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就飘到他身边去 你现在在哪一条线上 好 然后所以我们就想说来做一题 来回应一下杨老师对于关系议题的一些诚诗 好 这些年因为我跟凯宇的婚姻结束 我们也没遮掩嘛 让大家知道 是我们各自做了几集 比如说像我们做一个有声书评 然后介绍关系结束后成为更好的自己 那一本书就顺便的 出场 对 出场不是出柜 出场 对 就是我们结束婚姻 然后这一本书评下面啊 我先说这一本书主要是讲关系之后 关系结束后的自我重建 然后主要是说提出分离的人 他比较容易有的情绪 就是内疚感跟被抛弃的情绪 提出分离的人会有内疚感 但是被提出来的人会有被抛弃感 好 对 被抛弃的情绪 对对对 然后就有一个听众就有说 听众就有留言 我念一下那个留言哦 听众说 谢谢两位老师的分享 也让我更有勇气去面对自己 形同虚设的婚姻关系 真的没有谁对谁错 只是彼此已经不在同一个频道上 两个桥墩的高度已经失衡了 我补充一下 听众这边说的桥墩 真的是指两个独立的人 就是已经失去了平衡 不同调了 那接下来他继续说 我告诉我自己 不要害怕当那个先开口的人 只因为身边所有的人都觉得 他是弱者 无法走下去是我的问题 单纯只剩下一个人还在爱 其实对已经不爱的人而言 是沉重的负担 真正放下 祝福彼此 才能让彼此更大步前进 这让佳玲想到什么呢 当然我觉得他能够这样写出来不容易啦 因为这个环境还是比较喜欢疼惜受坏者 或是比较弱势的人 所以要承认说 对我就是不爱 可是我愿意很勇敢的承认我不爱了 对这是不容易的事情 那看着他的留言的时候 我会想到我年轻的时候啊 也曾经有过一种幻想就是 好像觉得只要有爱 一切就都是可以的 没有什么事 没有什么事爱不能解决 爱不能解决的 可是我是渐渐有了 年纪跟历练 也经过很多事之后发现 哦 不是什么事情都是拿来解决的 怎么说呢 对就像 就我记得那一集 我就是在讲我们离婚的一个过程嘛 那因为我们要一起经营公司 又要一起生活 那个生活实在太靠近了 所以我们做了很多的讨论 谈 然后甚至我们就决定 可以一起经营公司 然后就会有一些朋友 会有一个怀疑就是 会有一个疑问就是 那你们可以一起经营公司 为什么不能继续在一起 对啊真的 这个逻辑很有趣 为什么可以一起经营公司 就要等于可以在一起 那这里面好像有一个假设是 能够和谐相处 就应该可以 用伴侣的身份继续在一起 那这里面可能有些人 是连这件事都做不到 所以他会觉得 做到这件事就可以继续 这也是有可能的 但是我也就去思考 那这个逻辑在我身上通吗 我为什么好像对某些人来讲 这逻辑很合理 可以继续好好相处 就应该可以继续生活 是 或者就应该选择爱情 而不是选择工作 对 对 那 你的体会 我觉得 我觉得这些看法 我觉得我是尊重的 但是我觉得这里面 对我来讲 对我来讲 我会觉得少了一个 对一个人完整的 一个独立性的 主体性的看见 主体性的看见 OK 就是我们都是完整的人 独立的人 我们可以好好相处 因为我们也学了这么多 不需要用最原始的状态 在处理冲突吗 对不对 可是不能去否认 有些事情不是拿来解决 OK 就像有一些很核心的底层需求 它不一致 或不一样的时候 它不是可以拿来妥协的 嗯 就它是一个很 很需要被尊重的 OK 那 如果我已经说过很多次 在亲密关系的期待上面 它跟我们 能不能好好的 做出来的讲话 是无关的 嗯 但是它在底层需求上 是不一样的时候 我需要尊重 它也需要尊重 是 然后不是拿来勉强 如果今天因为 我学了这个 很会沟通 学了心理学的沟通 对 然后学会很会沟通 然后很会 运用一些技巧 然后把这件事情 盖过去 嗯 把很底层需求的差异 盖过去 然后假装 一切都很好 或者甚至把对方 变成我要的样子 反正很多技巧嘛 就看要用哪一套 都可以用 这样子 我觉得 我觉得这样很可惜 我觉得这样会很难去看见 一个更完整的人 更独特的人 他更大的空间 长成他该也长的样子 是什么 对 这样的状态 可能反而 压抑了你们各自 对彼此的爱吧 我是这么想 但是有些人可能 没有办法理解 这样为什么是压抑了爱 而不是 因为他们感觉起来 我们割舍了爱 嗯嗯 但 对 但其实这个 继续说下去 我们会有更深的解析哦 再来第二则留言 是来自于 凯利老师主讲的书品 叫做 跨过人生的 看遇见真实的自己 那凯利老师 讲的这本书 归零 归零遇见真实 他主要是提到 关于他生命里面的 Mind Gap 就是在两个阶段之间 他怎么觉察 自己在经历 离婚之后的失落 特别是鼓励 男性的听众朋友 在生活中创造一些 帮自己创造一些 新的空间 那一集点阅率也很好 对 因为你看 邱老师就哭哭了嘛 对 然后大家就很努力地 要拍拍他 这样子 真的 邱老师哭哭 好多人都想抱抱 后来这个书品的下面 就有一则留言 嘉宁老师很有感 我来念一下 这个留言说 前男友对待我的方式 不是我要的 经过多次沟通 跟分合 还是不适合 当时 很愤怒 为什么他跟我复合之后 不积极一点 学习来爱我 反而对我 对我说 就是讲 讲那个当事人说 说走就走的 这种习惯 而且他每次一走就走 半年 然后对方还说 你这样子一出走 很久 就是男方觉得 女方这样的行为 让他很生气 也很受伤 可是女方就觉得 难道你对我不好 我还不能走吗 然后 那个女方就说 就说 所以我们就卡在这边 就过不去 我觉得他自私 他或许也觉得 我很残忍 或开始不信任 现在想来 男生应该是 乐高被破坏的画面 好 那为什么是 乐高被破坏的画面 是因为凯莉老师 在内容里面有讲 就是可能男生 在关系里面 遇到一些不舒服的状况 应该是说 关系确认之后 他们就觉得 这是打勾的 那现在突然 又有人来说 没有了不存在了 然后又有一种 玩具被推倒 玩具被推倒的感觉 对 那 我觉得在关系里 说清楚自己的需求 是自己的责任 不管男方还是女方 这段话 我没有是 针对的谁讲 可是我们也要清楚 就算你说清楚了 也不等于 对方会做得到 如果你真的 表达清楚了 而对方也真的 做不到 这个时候 放过彼此 就好好祝福彼此 就是一个选项嘛 对 而且你也要 知道说 有的时候 你最该为你的需求 负责的人 是你自己 不是要等另一个人来爱 所以 如果你没有懂的话 不管 是这个男生 还是这个女生 他有可能都还是会 分分合合的 很多次 对 还是得不到你想要的 OK 好 那这个是第二个 佳莹老师有感的留言 再来第三个就是 一天听一点的 编号1480 主题是 分手后能继续当朋友吗 那这个主题 其实也还蛮多 听众朋友 有觉得 热烈讨论 对对对 那里面我们有提供一个 内容干货 就是分手后继续当朋友 好像有三四个原因 但是其中有一个原因 叫做 我是为了要那个 熟悉的安全感 所以就有网友 在下面留言问说 那既然彼此都还有 安全感存在的话 那除了人生方向 不同之外 干嘛要分手呢 其实直觉上 听起来很有力 很有理耶 没有耶 我第一次看到这个 逻辑的时候 想说 这个问题我真的觉得 他里面的假设太清楚了 就是他觉得安全感是最重要的 然后人生方向是小事 那我来问一件事情 很有可能现在还没有安全感 你需要有一个人来安全感 所以旁边有人就好 我遇过比较年轻的朋友的话 他们选择一个人爱 在当下的选择的时候 都觉得自己选得很好 然后在很多年之后才发现 他其实只是想要有人陪 然后只是刚好这个人追他 他就OK这样子 真的 那我很想要邀请大家听 想一想 如果现在你的安全感很好 然后你也可以给自己安全感 这样子 你没有什么安全感的困扰的话 然后这个时候 你发现你的人生方向 跟对方不一样的时候 你觉得这是大事还是小事 这是大事 对啊 就是有些事情 我前面讲的 它不是拿来妥协 也不是拿来解决 它是要让我们看见 生命很多元 很立体 不是什么事情 都是意志力可以处理的 有些事情 我们真的得尊重 而学会尊重 不去用外力 非得要他像我们喜欢的样子 我觉得是成熟的一个修养 好 我如果听众朋友觉得 到底没得妥协是什么意思 或者是到底什么是有品质的爱 我觉得刚好有看到一个 还蛮广为流传的网络故事 我来读读看 我读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让你感受看看 好 这个故事是啊 有一对夫妻她在离婚的时候 女生说 说了一句话 一辈子太长了 那这对办理她离婚的原因 是因为老公 她在老婆养的兰花盆里面 会弹烟灰 丢烟头 然后老婆讲了很多事情 很多次都没有用 然后结果所以女生就想离婚了 那女生想离婚的时候 朋友亲友都想劝嘛 结果女生就只有说一句话 就说 她人很好 只是没办法一起过日子 结果女生的妈妈 她就很气愤地骂这个女孩子说 你就是找太多 没什么 没什么 找什么 这样 你就是书读代读 没事找事 然后在丈母娘的眼里 她的女婿其实高大英俊 能赚钱 孝顺顾家 反而是女儿任性 自私 不考虑孩子跟父母的感受 然后有些亲友也都 都听不懂 女生说什么 老公什么不爱洗澡啊 衣服袜子乱丢啊 吃放狼吞虎咽 然后没空陪她 记不住她的生日纪念日 这有什么问题 就会觉得 男人不都这样吗 后来这个女生 她跟第二任老公结婚 对方个子不高 相貌平平 但是她整个人看起来干净清爽 她会为老婆的花花草草 换上漂亮的花盆 也会给老婆买新的桌布 配上新的盘子碗筷 她会拉着老婆的手 一起去江边散步 看夕阳 看日猪 然后去实地公园拍摄花鸟 然后她会告诉老婆 每一种植物的名字跟故事 也会还蛮有情趣的带回一些什么落叶啊 然后插在花盆里面 然后这个老婆她其实喜欢研究食谱 每一次推出新的菜色的时候 就是她在家里面做新菜给老公吃啊 老公就会 哦 还蛮有仪式感的 先竖好口啊 摆好碗筷 然后而且还穿得很整齐哦 就坐在餐桌前面 期待老婆的新手艺 然后吃完之后 她还会模仿美食家 点评老婆的菜怎样好吃 然后让老婆很开心 那边吃边笑 而且啊 她这第二任老公 还是一个过节狂 就是她生活的时候 会有什么假日 她都会觉得要有一个仪式 会觉得岁月比较有层次感 然后有一次老婆住院的时候 她在老婆的床头 放了一束百合 然后旁边有一个盘子 切了一些水果 一小块一小块的 等老婆想吃的时候再吃 然后这个第二任老公 就坐在一旁 静静地看着书陪她 后来亲友来探望这个女孩子 这个老婆才懂了 她当年说的一辈子太长 是什么意思 这个意思就是 这个女生她不想再将就地 跟第一任过下去 然后这篇文章最后的注解就是 假如一个人跟另一个人在一起 只是为了生活 就只是形式上的搭伙过日子 而生活中有节日 有惊喜 有感动 有浪漫 生活也才有了滋味 嘉莉老师 这个故事的女生 当然有人说 这故事就是编的嘛 但是我觉得这样的议题 在现在的夫妻里头 蛮常见的 我之前 看有机会 我在做另一集节目 跟大家分享 现在人在婚姻里头 要的 对伴侣的 要求 或者是条件 可能跟你以为的不太一样 现在的人 在经营一段感情 或 在做很多选择的时候 已经不在那么的现实考量 比较多更多是 自我的感受上的满足 对 那对这个女生来讲 她很清楚 她要的 适合自己的东西 是她更渴望一种 生活里的 仪式感 或是生活里的 一种用心的感觉 是 那我知道 对有一些人来讲 伴侣不洗澡啊 袜子乱扔啊 然后吃饭 很没有 就是 很不文雅 不是什么问题 是 不是因为这个男生 这样子很不好 然后我们花很多力气 就是只是要调整这些细节 我觉得是很多人在听 关系故事 会 化绝的想法 就 那我是不是改掉了 你就会好好爱我 其实不是这样 而是 她在说 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 对生命的看法 如果 假设 因为我们东方人都喜欢 劝何不劝离 对 假设这个故事里的女生 她跟第一任老公 在一起的时候 她硬是要走下去的话 她的 我说需求不是拿来妥协的吗 对 所以她可能 会要 希望她的老公 变成她渴望的样子 她可能就会 规定公 规定西 对不对 然后你 哇 要怎么样啊 这样 那老公做不到 就会吵架嘛 对 那如果 老婆还是一直要求 一直要求的话 她就会变成 一个一直在念 然后一个一直在 解释 或者是找理由 抗拒 她两个都辛苦 好 那就算她老公为了爱 真的都改了 好 这时候如果她老公 也有一些要求 比如说 那你要每个礼拜 跟我回婆家吃饭 嗯 你要每个礼拜 让我 都要跟朋友打牌 嗯 好 那这女生 有没有打自内心的OK 不好说 如果没有的话 她们两个就会 很多的拉扯 嗯 那我不是说 我并不是说 婚姻里就可以找到一个人 然后真的像第二任的描述 这么的顺利啦 对 我觉得这故事里 是真是假 我也不知道 嗯 可是她在说一件事情是 在关系里有的时候 我们要的就是这么不同 她不是拿来比较的 她不是第二任老公 就比第一任来的好 我不是这样子看这件事的 OK 我只是看见这个女人 这个女孩很清楚 她要的感情是什么 嗯 然后她没有想要在这里妥协 OK 于至于她后来才有机会 可能找到更靠近的 嗯 那这中间怎么找到的 不知道 嗯 嗯 可是我也会觉得 她并不 不会不存在 嗯 对 那我觉得像刚刚那个例子啊 她就是 已经看清楚 那是她自己的需要 并不是把她变成要求 去规定对方 就可以得到幸福的 不过我在 民间观察的时候 我会觉得 还蛮多的伴侣朋友 他们在 把需求变成要求 这样的情况 其实很常见 对 这里面的逻辑可能是什么 我觉得啊 关系修炼到底要修炼什么 这件事我也一直拿来问我自己 而且我也一直在问我自己 我有资格回答这一题吗 因为其实我常常在很多人的留言里 我看见了 蛮多人是把占有欲 或者依附 嗯 或者一种控制当作是爱 嗯 就是里面 她的爱的假设里面 有一个东西就是 如果你爱我 你应该就可以做到什么 嗯 好像那个 那个爱变成一个很大的帽子 嗯 或是一个要求 可是这个时候 这还是爱吗 打问号 对 嗯 要打问号 她到底爱是什么 我觉得这整个第三题 我都很想跟大家讨论的 也是宜璇 很努力叫我再讲落地一点 嗯 我说如果我不管本的话 我最想讲的就是 那到底爱是什么 嗯 爱是 我们以为的 两个人在一起 然后很愉快 然后都不吵架 这样就叫爱了吗 嗯 这样就叫爱了吗 嗯 我觉得这是 大家都可以想一想的 会不会里面 爱里头会有很多的 跟我们期待的不一样 但它依然是有爱的 而且它不一定是 呈现美好的一面 嗯 即便是在不美好的状态底下 依然是有爱的 嗯 好 不把需求当要求 其实如果回到脉络里的做法 会是 可能比如说故事里头 这个不喜欢老公丢烟头 乱丢烟头 那那个背后的需求是什么 嗯 因为说出来的那些 很仔细的行为 它就是看起来很像规定 嗯 可是那背后有一个 更渴望的是 一种对家的尊重吧 嗯 之类的 那老婆如果也能够去理解一下 老公不爱洗澡乱丢袜子 嗯 那背后是什么 对 他们如果都能够去 两个人都更清楚自己啊 我觉得老婆可能也愿意问 但老公愿不愿意自己说 也是另一个考验 是 所以这个东西是 如果他们都有这样的能力 去说清楚 然后向内探索 然后爱是因为 我真的知道你是你 你的样子是什么 而我是我 我的样子是什么 我们很认真的来看一看我们彼此 如果我们真的看了之后 发现我们还是想在一起 我们就继续在一起 可是如果我们真的看清楚了 发现哇 我们的差异真的太大 他不是谁对谁错 我还是要再说一次 不是这个老公 没有很干净 他就是错的 对 不是的 可能对某一些人来讲 这并根本就不是个事 没错 只是他配上这个老婆 就是不行 对对对 对 所以他不是 他们可以不要在这个关系底下 嗯 非得要在一起啊 嗯嗯嗯 对 所以我其实还是想要邀请大家去想 爱是什么 爱一定是绑在一起 然后好像一定要符合某一种样子吗 嗯嗯 就像 就像 我想亲子之间也是最容易有爱的地方 对吧 也有一些关系上的差异性 对 那孩子 我看过很多父母亲 他们也会觉得很猜心吗 就是 他们很 很 好不容易把小孩拉爬蛋 然后给了他最好的东西 然后可能 孩子可能到大了 大学了 好 他就说 爸妈我要出去外面念书 那爸妈就说 不用啊 你的成绩很好 你可以独家附近 我说我不要 我就是要出去 然后这个时候 父母亲有时候就会觉得 那你不爱我了 你不要我了 对 可是这时候只是在这个阶段 父母跟小孩的需求对不上 比如说小孩的需求是 想要更大的 空间 空间 独立 找出独立性 但爸妈在这个时候可能快退休了 嗯 所以他渴望 参与孩子的生活 这个是爸妈的功课啊 对 他可能快要面临空潮期了 对 所以对不上 需求对不上 不是谁的错 他不是拿来去 有些事情可以磨合 嗯嗯嗯 可能两个人要的方式还一致的时候 只是做法不同 但有些事情的需求对不上的时候 他真的真的就是人生智慧的考验 智慧出来了 就是 我真的觉得有的时候 我可以教很多技巧 可是更多时候是 怎么使用 然后实际 然后要做到 拿捏进退 对 就是你说 你要这个时候孩子割舍他独立的需要 然后来满足父母亲 这是对的吗 爸妈有可能 有可能扼杀了这个孩子的独立心 好那你说父母亲真的很渴望 很渴望在工作之余 他还有其他新的 新的重心 嗯 这需求是不是对的 对 也是啊 只是不能是彼此给彼此 对 就是这个工作不是孩子来做的了 对 可能爸妈要知道 哇你给不起给我 那我得去找别人要 或者我去找别人攻击我 嗯嗯嗯 去满足这块需求 嗯 而孩子知道 很清楚知道 接下来你有想做的事情 是 父母亲需求的 你不能因为自责 不能因为什么 嗯 而就割舍 他就不是拿一拖鞋的 是 所以我就觉得 我会很想 我希望有一天我可以讲得更好 但我现在真的只能讲说 嗯 很多时候 爱是在很多阶段里头 做不同层次的调整 嗯 而不是仅仅绑在一起 占有彼此才叫爱 有的时候放手跟成全 那更需要更大的爱 OK OK 放手跟成全 好 好 那我觉得聊到这边啊 不晓得嘉宁老师对于 现在在实物上 那无论男女哦 就是我们 其实我们现代人 都普遍对于伴侣关系 亲密关系的需求 是比较高的 那嘉宁老师的观察会是什么 我觉得 一定要 一定要把阶段性放进来 嗯 就是以前 不同世代对于 关系的需要 真的是不一样 所以适用你爸妈的 不一定适用你 对 不是他们错 嗯 就是你不一样 因为你被 呃 教养的环境也是不同的 是 那年轻一点的时候 可能那个爱 是只要物理上的存在就好 物理上的存在 有人陪 对 然后会觉得 哦 我爱很大 应该可以打败一切 嗯 可是越来越成熟的时候 你可能就会对爱的品质 更 更要求比较高 嗯 为什么要求比较高 是因为你 懂得也比较多了 嗯 不是你变挑剔 也不是你变坏 而是 就像你 就像比如说 很年轻的嘴巴 跟有一点 历练的嘴巴餐厅 嗯 这两种客人 哪一种客人比较难搞 有历练的嘴巴 对 吃过这么多东西 你知道吗 品质就会 哦 这有没有生 就有没有新鲜 然后 这个是 我的鹤的死的鹤 对对对 是死鹤 是什么 对不对 但是年轻一点的 你可能辣椒多放一点 他就觉得好吃 好吃 对 我没有觉得年轻是错的 就是 就他还没有啊 阶段性的需求不一样 所以就是 他会不一样 然后 有品质的爱 其实 如果你 你发现 哦 你在爱里头 你要的 其实是很 很细致的 嗯 那我会说 嗯 这是很OK的 好 但 但是不是要求 对方一定要 非得做到 你要的不可 然后他没做到 就是 哦 他就是个粗俗的人 嗯 其实不是 应该是 你就懂了 哦 那有些事情是 你很坚实 你得自己也能给自己 OK 我觉得 很多时候 我们在谈爱的时候 我在看很多留言的时候 我看到很多的 想控制 嗯 希望对方 长成我们更满意的样子 可是当事人不会承认 是 我们都会包装在爱里头 嗯 我为你好里头 嗯 可是我觉得 我觉得我们一起努力来 学会一件事情 叫做 爱 他可以是很纯粹的 嗯 他 他是真心真心 希望对方成为一个 完整而快乐的人 嗯 真心真心的 呃 希望 无论对方有没有自己 他都是好的人 是 很多时候 我们有时候会看着对方好 而那个好不是我们给的 说我们会失落 哎 啊 好纠结哦 我们会觉得 哇 你的好里面可以没有我 嗯 而不是真心为对方开心说 哇 你 你真的 现在变得更好了 好 但是那跟 我现在还在不在你旁边 嗯 无关 好 甚至很有自信是 那 过去的所有的一切都是养分 嗯 即便现在 我不在那个位置上 好 我觉得今天好像有听到一个 很重要的关键就是 说不定 更大的爱是一种 原来对方可以这么好 而他的好里面可以没有我 嗯 好 嗯 然后我觉得 这会让我想到 我们可以总结今天这一集 就是有一个心理学家 叫斯腾伯格 他说 当初我们进入关系啊 是因为对方彼此符合我们的需要 后来我们离开关系 只是因为我们再也无法满足彼此的需要 这里面没有恨哦 对啊 也没有谁对谁错 也还蛮平静的 嗯 我觉得蛮好的 所以其实关系是双向的 好今天先跟大家聊到这边 期待下星期空中再会 拜拜 蓬佛 同样一样的 三个字不集气 这会不会是这样的 这会不会是这样的 ца 要是不分宝贝 阻挥绝 因为大型 于 universally 也持养力会